从去年到现在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方舟创始人木头姐都一直坚称 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话 通缩毫无疑问将是更大的威胁 你看这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期 当时许多公司倒闭 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33% 失业率达到20%以上的峰值 当尘埃落定时 世界贸易基本上已经崩溃 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了67% 从1929年的30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9.92亿美元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 日本就进入了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 日本民众只想储蓄不愿消费 即使经过20年的激进货币宽松政策 日本人也无法摆脱通货紧缩的心态 2007年底到2009年中期 美国经济衰退期间的通货紧缩 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当时商品价格下跌 债务人发现更难偿还贷款 股市下跌失业率上升 房价急剧下跌 过去一年 我已经做过很多关于通胀滞胀的影片 今天要讲的是通货紧缩 通胀还是眼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谈什么通缩 是不是起人忧天啊 但是通缩的风险的确在不断上升 事实上 活在通缩的时代比现在更难受 今天我就带大家深挖一下 通缩会在2023年到来吗 通缩为什么比通胀要可怕得多 如果通缩真的发生的话 股市和房市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又要如何投资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财经博主 墨镜姐伊丽莎 一些观众在上期影片后留言说 你以前说经济崩溃 现在怎么又改口了 因为市场在不断的变化 老祖宗说 君子谋时而动 顺势而为 意思是说 聪明有远见的人会准备好 在合适的时候做出行动 顺着当时的形式 做出判断 再有所作为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做经济或房产崩溃的影片 会有更多观众喜欢看 订阅也更多 可是我并不想只为了流量做影片 我爱惜自己的羽毛 也珍惜我的观众 我会把自己看到 过去的经验 未来的趋势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我非常喜欢 持不同观点的朋友 给我留言 这样也会帮助我 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耐心看完影片 这样就不会片面理解我的意思 另外 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我的标题 标题耸动 只为了顺应YouTube的计算法 是我为了频道所做的 唯一的自私的事情 总之 原创不易 请大家记得点赞支持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可以帮助这个频道成长起来 让我更有动力继续产出好影片 好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 到底什么是通货紧缩 顾名思义 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反方向 就是指资产价格下降 钱变得更加值钱了 比如我今天手上的10元 可以买一盒有机鸡蛋 明天用10元我可以买两盒 听起来通缩似乎比通胀更好 怎么可能更糟糕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知道美联储要把通胀 控制在2% 为什么不让通胀降为0呢 通缩和通胀一样 也是使用消费品价格指数 CPI等经济指标来衡量的 CPI就是跟踪一组消费品 经常使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并每月公布其变化 当用CPI衡量的总价格 在某一时期低于前一时期时 经济就处于通货紧缩状况 相反 当价格集体上涨时 就是通胀 就像过去一年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但CPI并不衡量股票价格 这一重要的经济指标 例如 退休人员可能使用股票 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现金流 企业使用它们来帮助增长 换句话说 当股市下跌时 CPI可能会错过人们钱包中 感受到的通缩的这个重要指标 全面了解这个经济指标 对于有效衡量股市大幅下跌 是否会导致经济衰退非常重要 CPI也不包括房屋的销售价格 相反 它计算的是从租金中得出的 业主等价租金 这是误导性的 因为当空置率很高时 租金价格可能会下降 这通常会发生在利率较低 且房价上升的时候 相反 当房价因高利率而下跌时 租金往往会上涨 所以 虽然通缩是由CPI衡量的 因为CPI的局限性 这个衡量标准并不是精准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通缩 导致通缩有两大原因 需求减少或者供应增加 两者都和供求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相关联 如果供给不变 总需求下降就会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 总需求下降可能有三个原因处罚 一 货币政策 利率上升可能导致人们将现金存起来 而不是花掉 并且可能会抑制信贷 支出减少意味着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 二 信心下降 不利的经济事件 例如全球病毒大流行 导致了整体的需求下降 如果人们担心经济或者失业 他们可能会减少支出 以增加储蓄 三 更高的总供应量 意味着生产商可能因竞争加剧 而不得不降低价格 总供应量的增加可能源于生产成本的下降 如果生产商品的成本更低 公司可以以相同的价格生产更多的商品 这可能导致供大需求和价格下降 了解了通缩的诱因后 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呢 通缩的反面就是通胀 通胀是指价格不断上涨 其实这两种经济反应 一旦根深蒂固都很难对付 因为人们的预期心理会使价格趋势更加恶化 在通胀期间 当价格上涨时就会产生资产泡沫 这个泡沫可以通过央行提高利率来破灭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乌尔克在1980年代证明了这一点 他通过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20% 来对抗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尽管这导致了经济衰退 但他仍将利率保持在这个水平 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 让所有人相信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可以被控制的 多亏了保罗乌尔克 美联储的银行家们现在才知道 对抗通胀或者通缩的最重要工具 就是控制人们对价格变化的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鲍威尔总是一脸淡定的强调 通胀是可控的 坚称让通胀指数下降至2% 他就是需要通过影响市场的预期心理 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 所谓的预期心理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常说的 怕什么就来什么 比如去年当大家开始担心通胀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提前去消费 甚至囤积很多货品 那么就是货币的流动性增大了 也就是预期的通货膨胀 会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 相反价格下跌的通缩 也会造成更大的通缩 这是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他的货币改革论中提到的观点 当然其他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看法 不过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适量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是好的 每年增长1%到3%的通货膨胀 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比方说你今年买个电视机600元 明年买的话610元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我今年不买的话 明年前就变少了 那我还是今年多花一点 这样一来 大家都会即时消费 这样总需求就会上升 GDP也会上升 作为消费者 我们虽然不喜欢看到除工资之外的 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 那么我们会喜欢看到通缩吗 比如同样的600元 明年可以买台电视机 还能加上电视机架 那我肯定把钱藏在床底 这样我就真的不需要 再这么辛苦的做YouTuber了 可以躺平了 躺在床上 没事干就数数床下的钱 只要尽量减少花钱 我的钱就会一年比一年值钱 就等于在赚钱 那日子多爽啊 除非买必需品 如果所有人都不花额外的钱 长期来讲 就会进入一个通缩恶性循环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 日本就进入了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 不管政府和央行怎么样印钞刺激 甚至用负利率惩罚 民众就是不花钱 需求就是刺激不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缩真的很可怕 价格便宜不是问题的核心 而是大家都不努力 不工作 不生产 不花钱 都躺平了 通缩就像整个社会 进入了一个类似冻结的状况 这才是大问题 通缩比通胀更糟糕 还因为利率只能降为零 一旦利率降为零 央行就必须使用其他工具 但只要企业和人们感觉到不那么富有 他们就会减少支出 进而进一步减少需求 他们不关心利率是不是零 因为他们根本不借钱 在我开始分析 今年有没有机会进入通缩之前 先介绍一下富途Momo 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Momo支持中英文双语界面 手机端和APP端使用 交易每股零佣金 同时Momo之前盘前盘后 一共16个小时的交易时间 开盘时间有真人客服在线服务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Momo在美国受到SEC和FINRA监管 同时也是SIPC的成员 安全可靠有保障 现在Momo还在做新春福利活动 美国的朋友2月19日前 可以享受入金1000美元 拿15股免费股票 以及入金3880 解锁一股苹果股票的开年福利 澳洲和新加坡地区的朋友们 可以参考评论区 获得更多福利信息 说了半天 我想基本概念大家都明白了 可是有朋友会想 那也不关我们的事啊 毕竟我们现在还处于通胀中呢 那么为什么马斯克和木头姐 都坚持认为我们会面临通缩的风险呢 其实也不只是他们两个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通缩 宏观战略合作伙伴的创始人福格森说 印钞票 滞后时间长 而且可变 你就会得到通货膨胀 从经济中抽钱 就像美联署现在所做的那样 你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他甚至认为今年4月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实际上我在3M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上看到 他们谈到了通缩 不仅仅是他们公司 而是所有的公司 都将在第二季度后看到通缩 还有保洁 还有强生 都谈到了 Disinflation 翻译成中文也是通缩 但是不同于 Deflation通缩 尽管他们听起来都像是表明价格下跌 但是Disinflation实际上表明价格仍在上涨 只是比以前慢一点 最近的美联储会议中 鲍威尔也首次使用了Disinflation这个词 Disinflation是指年通货膨胀率 从4%变为2% 这意味着过去售价10美元的商品 现在的零售价为10.20美元 而不是预期的10.40美元 另一方面 Deflation通货紧缩 描述的是价格的实际下降 而不是通胀率的下降 在通缩2%的情况下 过去10美元的商品现在只卖9.8美元 作为业绩相当稳定的三家大消费品公司 他们看到了通胀 那么就真的是通胀了 现在他们开始看到了通缩 是不是值得我们注意呢 经济学家洛德维希米塞斯曾经说过 通胀的繁荣总是伴随着通缩的萧条 或者换句话说 繁荣越大萧条越大 因此要了解为什么通缩正在蔓延 首先有必要了解通胀率上升的原因 早在2020年3月 当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我们目睹了全球精英们争先恐后的 虚图将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 但他们的政策极度鼓励了通货膨胀 1.成本推动型通胀 首先随着全球经济陷入停滞 供应链陷入停滞 货品的流出减少了 就像我们在经济学101中学到的那样 供应忽然下降 在其他将同的情况下会导致价格上涨 这被称为成本推动通胀 2.需求拉动型通胀 其次 政府财政方面向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学生贷款暂停 抵押贷款延期暂停 PPP贷款 直接刺激支票 税收抵税等等 这一切都导致了更大的购买力 因此随着消费能力的飙升 创造了人为的需求 这被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 3.货币型通胀 第三是中央银行 货币方面开始大幅放松 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降利率降至为零 通过量化宽松QE 向银行注入准备金 间接购买公司债券 购买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等等 这些政策让信贷变得容易 资产价格被人为抬高 尤其是房地产 这些被称为货币性通胀 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在向持续不断的大火上 泼汽油 因此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 这三个因素 供给侧 需求侧和货币侧 都在刺激通胀 但自2021年年底以来 这些因素现在已经发生了逆转 供应链已经恢复 货物已经在全球经济中顺畅流动 例如 我们看看全球集装商运费 去年暴跌了75%以上 这是一个显著的下降 是净通货紧缩 与此同时 在2020年到2021年的大幅增长之后 财政冲动 也就是政府政策 对实际增长的贡献程度出现了收缩 预计在接下来的七个季度中 将保持这种状态 直到2024年的第三个季度 最后 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联储积极收紧货币政策 事实上 联邦基金利率 美联储用来影响短期借贷成本的利率 以近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升 他们还开始通过量化紧缩 QT来缩减臃肿的资产负债表 这意味着他们正在从银行系统中提取准备金 由于这种紧缩 M2又称为流动性货币供应 同比增长 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给资产价格和消费品的边际消费能力带来了压力 因此 这三个在病毒大流行后 刺激通胀的关键因素 现在正在对价格造成压力 上面谈到那么多通缩的问题 并不是要吓大家 我也不认为通缩马上就要到来 但是风险的确存在 并且正在上升 我想更多朋友关心的大概是 如果真的通缩发生的话 股市和房市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通缩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 因此从通缩环境中获利的策略 类似于其他经济衰退的策略 例如 无论市场行为如何 只要发行人不违约 固定收益 比如国债收益投资 都能提供有保障的收入来源 在通缩期间 人们最好的投资通常是持有现金 其他类型的投资 如股票 公司债券和房地产投资 在通缩期间风险更大 因为企业可能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 或者完全倒闭 大多数资产的价格在通缩期间都会下跌 包括房价 例如从1929年到1933年 房价中值下降了22% 大家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看完再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太阳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